这个我们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 救护人员火速确认患者状况 最快速度用担架把患者送上救护车 放轻松刚刚的紧急救援景象只是模拟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可能遇到 而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现在可以透过上方的两颗镜头 还有前方的视讯景象 紧急的把高画质的画面传输给急诊科医师 以及高级的救护人员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缩短集中症患者到院前减伤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5G救护车 先进通讯设备是台湾电信大厂 和国际电信设备大厂最新合作 5G救护车搬上国际舞台 呈现台湾阳明山救援状况 5G技术在升级 董事长徐旭东今年也在圆雅病后 率团队首度出席MWC 不让对手专门于前中华电信再度参展 携手国际电信大厂谈5G技术合作 和国内外大厂针对AI B5G等领域交流 甚至抢攻6G先进商机 有别以往中华电信这回坐在MWC台湾馆 帮台厂抢单 另外同为电信三雄的台湾大哥大也没缺席 多个厂牌里面都开始往一个方向去进攻 我怎么样利用AI来降低你 要透过你的双手去打字的这一个时间 继台台病原雅病电信三雄版图确立后 台湾三大电信董总首度出席MWC 为电信产业展开全新进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